三位是镇定 镇定是做而无足 无足而做就是无足三位 教化一些众生 心地是一尘不染 帮助一些众生 就像没做事情一样 心那么清净 不留痕迹 为什么 自信所现的本来就没有痕迹 你要留痕迹 留痕迹错了 阿赖耶里头落下一个种子 那个种子就是生死轮回的 第一个因素 不落印象 普通人家 不落印象 所以菩萨度化众生 累不累 不累 为什么不累呢 他没做嘛 讲堂里讲经 一天讲了八个小时 累不累 一天不累 没说 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他不累呀 我们一般凡夫 我要讲上几个重点了 很累了 我讲了几个小时了 都捉了像 他没有三妹 所以诸佛菩萨 硬化在世界 教化众生 永远不会疲倦 不疲不厌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菩萨无量方便三妹 不得这个三妹 你就没办法起感应作用 舍方世界 或者我们讲舍法界的重识 有感 他自然就新鲜 就现身 我们希望 我见到阿弥陀佛 他就信仰阿弥陀佛 我念观音菩萨 他就现观音菩萨 我念个空圣人 他就现空老菩萨 我念耶稣基督 他就现耶稣神 这叫无量方便三妹 定 神会 三妹是定 探探现象 现在境界是无量无边 谷温度众生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接触很多宗教 跟他们交往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 世界所有宗教是一家 我还没有碰到反对意见 都能接受 都能承认 这很难得了 太不容易了 原本我以为 还得经过很长时间去变了 真的是 佛力加持 他们就都接受了 这是无量方便三妹 应一什么神得度 就先什么神 所以我赶紧老师 我每一趟空 都把老师照片挂在讲堂里 念念不忘 老师问他 要不是老师指点 不是老师教我 我怎么会知道啊 破密开悟 利苦的罗 破密开悟是因 利苦得了是苦 那谜 谜里就有苦 苦是从谜来的 乐是从悟来的 佛经帮助我们开悟 我念了 从方东梅先生 介绍给我 念了58年了 越念越欢喜 越学越得受用 方老师告诉我的时候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我怎么不感恩呢 如何报答老师的恩 一教修行 那这一生当中 真正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就 四恩总报 父母的恩 老师的恩 国家的恩 众生的恩 就全都报了 自己没有成就 那你就没法自报恩了 所以 学佛 首先要在经典上得到发喜 这个很重要 展开经验 什么欢喜 你学的就不会疲倦 不疲不疑 早年初修将军 学习这个古代的读解 有些时候的时候 晚上 晚上人亲戚 没人打搅 读经研究做解 睡觉的时间忘掉了 到有一点倦意的时候 一看天亮了 不知不觉 这些事情常有 不是偶尔有 常常有 干哪一种工作 没有干这么快乐 干什么工作 你都会有泪 会有厌倦 唯独干正 不疲不厌 为什么 有很多初学的人 他得不到 他没有真干 真干 才能尝到味道 乏味 古人讲一句话 说到 世卫 哪有乏味 能 世间 人间 天上 什么样的滋味 没有乏味 这么浓厚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我尝到的味道 我一定跟大家分享 由志与同的人 将来都会尝到 这经 读不厌 讲不厌 听不厌 你只一遍一遍 把它听出味道出来了 你渐渐就出经绝了 你渐渐就出经绝了 谢谢大家